大家好,又是我,我是亮哥,今天接着说木乃伊,木乃伊三,龙帝之墓,按照惯例先介绍一下故事背景,这次的大反派到了中国,是李连杰饰演的叫龙帝,其实指的就是秦始皇,建议需要还是叫龙帝吧,秦始皇怎么样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说了,这里还有吴京一个没有才子,善来即死的刺客,龙帝统一全国后,他在数十的指导下,学会了控制金木水火土的五行法术,当一切用以后,龙帝的目标就放到了长生不老之上,通过多方探查,探听到一位道夫知道长生之法,龙帝就派手下大将明 将军寻法,明将军找到了杨大姐,并怕他请进了皇宫见了龙帝,龙帝一眼就相中了杨大姐,而杨大姐说确实有长生之法,藏与藏地某处,随后龙帝派杨大姐和明将军同行找到长生之法,两人历尽艰辛找到了写有长生之法的古书,两人之间一路也产生了好感,就亲了亲嘴,做了做头发,结果还被人看见了,早已相中杨大姐的龙帝当然不能忍,等杨大姐给自己施法长生不老以后,立即命人把明将军无马封尸,而且有矮深恨 捅了杨大姐一刀,而杨大姐也施法诅咒,龙帝的眼睛里流出了泥浆,然后身体也变成了泥塑,最后身体着火被焚烧成了兵马俑,他的军队也被诅咒都变成了兵马俑,于是龙帝和他的军队都被封印在了地下皇帝 时间一晃到了1946年,前两部的主角大龙和小云,两口子平静的生活在大别墅中,而他的儿子也已经长大,叫他小龙吧,他瞒着老爹说是在中国求学,真正干的是他妈的本行挖墓,这次他们挖到的就是龙帝之墓,他们进入龙帝后,先遇到类似塞门刀车的机关,由于这类机关比较简单没有人遇害,而牧师的天窗也自动打开,照亮了一列列的兵马俑,众人十分兴奋,查看过程中一个工人不小心踩到机关,地下喷出了毒气,工人瞬间被毁容而死,接 并且密集的建议,向他们急射而出,逃命过程中几个工人相聚被射中,game over,最后只剩下了小龙和胖教授来到了牧师中央,两人转动向墓盘一样的机关,突然地面查见,然后出现了一道裂缝,小龙在没有防备之下跌落下去,然而他却意外的发现了龙帝的光果,这是由四匹马车拉动一个车夫驾驶的马车,马车上放着一具光果,正是龙帝的光果,正在小龙高兴着有味道的发现时,突然遭到了一个蒙面人的袭击,打斗中触动了激光 平台开始缓慢的上升,蒙面人露出了正面目,是个女人小林,这时上面的教授开枪,吓走了蒙面人小林,龙帝光果升起来的时候,小林已经走了 在英国,大龙夫妇接到了政府一个任务,护送一个叫香格里拉之言的宝物去上海,传说他能指引人找到永生权,这是一件中国的宝物,早年被盗流落英国,现在英国为了中英友谊,所以归还给中国,接收单位是上海市博物馆,接收人正是大龙的老友胖教授,大龙夫妇接收了这个任务,正好去上海看看儿子和大舅子 大龙夫妇到了上海,首先到了大舅子的酒吧看看,没想到在这里碰见了儿子,还是在儿子被欺负的情况下见到他,欺负他的人却是在战友疯狗,两人自然是一笑棉头,不过看情况父子俩的关系,即使不是恶脸也谈不上好吧 第二天在西北的某军事基地,女夫官向老黄汇报,大龙夫妇到了上海的消息,随后老黄鼓动士兵要恢复黄权,不知道这个军阀老黄打的是什么主意 四日晚上在上海的博物馆,小龙带着老爹老娘参观自己发现的龙地光果,夫妻两人也夸赞了儿子一番,就让儿子把胖教授叫过来,然后把香格里拉之眼交差了事 不一会儿胖教授来了,闲聊几句后,大龙把香格里拉之眼交给了胖教授,没想到胖教授得到动气后,老黄却突然出现 而胖教授也突然变脸拔枪向下,原来胖教授早就被老黄手买,英国政府同意归还香格里拉之眼,也是胖教授在老黄的授意下交涉的结果 因为香格里拉之眼正是复活龙帝的关键,老黄的目的也明了了,就是要复活龙帝,恢复皇权 老黄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也许他觉得是中国现在太弱了吧,哪个国家都能来揍一拳,剃一脚的,想让龙帝重振国位 另一边小龙又看见了小龙,他还想趁机把个妹,小龙却不客气的告诉他,先想想怎么救你变娘吧 大龙这里在老黄的威胁下,他们用小鱼的一滴血打开了香格里拉之眼,里面居然是吉利,酿氧净净的神水 只要把神水浇到龙帝的尸体上,龙帝就会复活,接着威胁大龙打开马车上的光火 这时暗处观察的小龙和小龙杀江出来,鱼舌和这些坏蛋展开了搏斗 混乱中老黄没拿好神水,都撒到了马车的车夫身上,而小龙爬到光火中用一把匕首猛撕尸体,却发现着根本不是龙帝的尸体,而是一具太监的尸体 这时制服老黄等人的主角听到了清脆的咔嚓的声音,接着马车斗活了过来 原来那个车夫模样的才是真正的龙帝,龙帝此时已经复活,老黄一看龙帝复活马上去表忠心 胖教授也想跟着战光,却被龙帝一掌给杀了,因为他知道一个道理,非我族类,其心必义 然后驾驶着他那炫酷拉风的马车出了博物馆,主角虽然打不过龙帝,可是由于剧群西药,当然再去追了 经过长打十分阵的追逐,不出所料,龙帝把他们整个灰头土脸,龙帝带着老黄潇洒离去 老黄还捡起了香格里拉之眼的宝石,他是进入香格里拉的关键,只要把他放到一座金塔上就能看见冲往香格里拉的道路 主角们狼狈回到了大街自己酒吧,小龄给大家磕破解了知识 香格里拉有一处杨大街看守的永生拳,龙帝复活后肯定要去那里,因为只有喝过永生拳水,他才能恢复到巅峰,才能召唤出他的不死军队 杀死龙帝的唯一方法就是用小龄手上的匕首,因为这把匕首是被杨大街诅咒过的 小龄的任务就是保证龙帝不复活,现在龙帝已经复活,必须要杀死他 然而这一切都是大龙一家子热出的麻烦,所以他们必须帮助小龄打败龙帝,维护世界和平 接着一行人坐着疯狗的飞机来到了雪山,小龄带路来到了香格里拉的入口处,他们清点武器准备狙击龙帝和老黄 还在金塔上安装了炸弹,万不得已的时候应爆金塔,龙帝这时候也来到了此处,旁边令老黄清除障碍 随后两把人开始激烈的交战,不过老黄这里人数中多,而且装备尽点,主角们只能切战切退,眼看情况不妙 小龄这时却大喊起了Yamade,Yamade,Yamade,我只会这一句外语,反正我听得像 接着他们召唤出了三只血缘帮助他们,这些血缘的无力值确实不是盖的,不仅灵活而且凶猛 不愈会儿的功夫老黄的手下全被清理了,就连老黄自己也被扔了出去,龙帝看不下去了,只好亲自出场 大舅子这时也把炸药给点着了,等到龙帝进来的时候,三只血缘不知龙帝的厉害,还想逞逞威风,结果 没错,他们跑了,接着龙帝时常发出把炸药全给弄灭了,随后把宝石放到了金塔之上 只见宝石发出一道耀眼的光芒,指出了香格里辣的所在,小龙想阻止龙帝,就拿个炸药包想要引发雪崩 龙帝一箭震了过去,眼看他就要穿凶而死,大龙蛇身替儿子挡下了这一击,自已却被箭穿凶而过 这时炸药包炸引发了大规模的雪崩,不就奇怪了,刚才他妈的机枪火箭炮什么的,这么大的动静不见雪崩 主角说崩就崩,看似会天灭地的雪崩也伤不到主角们,因为三只血缘用身体保护了他们 雪崩过后,众人都安然无恙,只有大龙受伤颇重 在小龙的带领下,众人来到了传说中的香格里辣,小龙也和他的母亲重逢了,没错就是杨大姐 严格来说,这对母女都是活了几千年的老妖婆,因为她俩都是长生不老 杨大姐还用法术给大龙回满了血 在杨大姐守护的布老拳旁边,母女两岸商量如何才能杀死龙帝 这时龙帝赶来,上来就给杨大姐一发炮弹作业见面 还把小龙的匕首拿在了手中,然后庞着无论的进入了布老拳中 在布老拳中泡了个澡后,龙帝的力量恢复,变成了一只口吐烈火的三头巨龙 众人皆不是这怪物的对手,龙帝还把小龙给抓住了 力量恢复,龙帝下一步就要回到墓穴复活军队 我觉得这完全不叫中国龙,飞行的时候还告翅膀 这让其他的中国龙看见了非把你这个外老虎给打死不可 主角们坐着风格的飞机,提前赶到进行准备 龙帝也赶到了墓穴,大喝一声醒来,直见地面塌陷 一堆堆的兵马用士兵从地下车库走出 不一会儿无边无际的军队出现了 龙帝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杨大姐看情况不妙 就用自己和女儿的永生换取了亡灵的帮助 随着杨大姐的咒语,被龙帝迫害的奴隶和俘虏都奉活了 领头的正是杨大姐的甜心名将军 不过看他们队形,再看看龙帝的队形,胜算不大 而龙帝一看这些散兵有勇,就知道是杨大姐搞得鬼 那还说什么,仇人见面凤外扬红 唯有肆意屠杀才能解心中不快 大战开始后,龙帝首先找到了杨大姐,一番决战 龙帝和杨大姐大难了几百回合 杨大姐落在了下方,就见龙帝挥剑刺向了杨大姐 杨大姐双手夹住了宝剑 此时杨大姐看见龙帝腰间的匕首 这可是唯一能杀死龙帝的武器啊 他心一横放弃了抵抗,任由宝剑插入自己的身体 而他则顺势拿走了龙帝腰间的匕首 最后被龙帝一掌推开 那边被救出来小林,找到了奄奄一息的母亲 杨大姐临死把匕首拿了出来 告诉众人插龙帝的心脏,最后死去 大龙父子俩拿上匕首就要去刺杀龙帝 此时龙帝正在墓穴里施展法术 要把杨大姐召唤的亡陵大军给拉回去 却被跟踪而来的小龙打断 外面的亡陵大军又开始重新厮杀 龙帝这时有些恼怒了 一个跟头翻过去变成了一只巨兽 尽量把大龙父子两个打倒在地 而那把匕首又被龙帝一人给弄断了 小云和小林这边在墓穴里 老黄和他们狭路相逢 经过一阵杂斗 说实话他们的杂斗争不怎么地啊 最后老黄和他们女副官给我们 大龙这边居然和龙帝打得又深又色 这明显是大龙给钱了 要不然龙帝的身手法术 分分钟描杀着父子俩 没办法咱们的杰哥是反败 最后被父子两个一前一后的夹击 一人拿着匕首的一部分 分别从前后捅进了龙帝的心脏 这等于完整的匕首刺进了龙帝的心脏 随后龙帝全身喷住了岩浆 全身爆炸而死 可怜一代英雄最后被人阴死了 真搞不动编剧的设定 随着龙帝的死亡 他的军队立即瓦解 化作烟城除归墓穴 而那些亡陵大军看到龙帝一死 大声欢呼 明天竟然和女儿小林深情对视 不过随着龙帝的死 他们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接着化为尘土消散在了天地间 电影最后面不了 又是肉麻一下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是木乃伊的第三部 看完感觉确实不入前两部 虽然大明星不少 可是感觉人物太多 分不清主资 如果不是看过前两部 感觉一头雾水 还有剧情可以说是太敷衍了 豆瓣评分5.4 我觉得稍微有点高了 对比前两部确实算是狗尾虚雕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关注支持 好了 下期再见 拜拜